黄朝勤 米万居分别当选政府议长 台湾的民主政治从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最后在国民党的主导下 黄朝勤正式出任首届台湾省参议会议长 省参议会虽不具有政治及立法实权 仅是咨询机构 但仍不乏有敢言直见的议员 切诵实弊向政府官员当面咨询 这些为台湾百姓发生的言论 谁也料想不到 因此宋夏九个月后的过端 发生在1947年的228事件 许多台籍精英遭逮捕 通弃甚至杀害 不少台湾省参议员也在此事件受到波及 从当时省参议会出席率的变化便可看出端倪 这是1946年5月第一次大会出席记录 30名议员全体出席 才过9个月1947年228事件发生后 同年6月召开的第三次大会 出席人数却仅剩下16人 场面相当冷清 这些政治精英有的被杀 有的被捕 也有无端失踪 其中一生贡献民主运动的 省参议员林献堂 也被列为台省汉奸的黑名单 后来还是经朋友奔走相助 才免去牢狱之灾 从此林献堂必居日本 不成反国 我们可以做个比较 228事件前 也就是所谓光复的隔年 省参议会选举 全省要选30名 结果 好选人有1,180名 30名 好选人1,180名 比那颗 每个2颗 比那颗 选举史上是空前绝后 可是228事件之后 我们来看 第一届省议会 1951年的样子 名额增加到55个 从原来的30个增加到55个 可是候选人剩下140个 候选人变成原来的1,180个 剩下140个 这说明什么 说明说 经过一场228的屠杀之后 大家都怕得破诞 政治不差 事实上 当时不少知识分子已经看出 国民政府在台湾 实施所谓的地方自治 存在的表象与矛盾 有一个文学家叫做杨奎 杨奎在1946年 也就是战后的第二年 办了一本杂志叫做 新知识杂志 这新知识杂志只办一期 就碰到228就被查尽了 这一期的封面 就非常有代表性 就非常的讽刺 那么这本杂志的封面 有一个漫画 非常能够凸显国民党 当时在台湾所实施的 所谓的参议会的选举 他们把它形容作叫做铁盒子的 鸡笼子的选举 就在铁字的鸡笼子底下 那么这一只鸡 代表台湾非常具有 冠胜生命力的人民 它会生鸡蛋 但是祖国保护你 要你在这样一个铁盒子里面 有一点点选举的行为而已 在228事件发生前后的 1946到1948年间 国民政府也先后举办了 几场中央明代选举 包括国民参政员 制宪国大代表 第一届国大代表 立法委员 监察委员 这些台湾省选出的 中央层级明代 当选后必须代表台湾到中国开会 不过1948年1月的立委选举 却发生了妇女保障名额的争议 那个时候台湾要选八名 结果呢 八名里面 第六名跟第七名 已经有两个女星挤入 一个是谢儿 一个是林胜 但是本来应该当选的林胜 竟然被宣布落选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在中国的他们当时的规定 为了保障名额 所以就把女生跟男生的这个计票分开了 女生一棒男生一棒 然后规定说女生要有一名当选 这样子 这个用意是认为说 女生要当选很困难 所以另外不要跟男生一起计算 所以以为这样是保障女性名额 没想到这一套拿到台湾来 台湾女性不需要你保障 那时候很快的林胜说 我本来当选的 所以后来就成群了 各方面也开始表达意见 最后怎么办 最后中央当时南京当局 好吧 既然如此 没想到台湾这么能够接受女性 所以后来还是宣布由林胜当选 1949年蒋介石在国共内战中失利 国民政府紧急撤往台湾 1950年行政院颁布台湾各县市 实施地方自治纲要 为台湾日后实施地方自治的依据 从早年官方拍摄的新闻影像看来 地方自治 人民当家做主 井然有序的民主景象 是被当时国民政府 拿来作为三民主义模范省的典范 但在这看似亮眼的民主成绩背后 究竟暗藏什么不能说的秘密 原来花钱买选票的风气 在台湾自武林年代就开始了 我从小其实就亲眼看到舞弊的很多证据 从我父亲母亲看出来 比如我爸爸是银行员 他做银行员 我当时领钱是再去高点以后台湾 结果前几的时候常常我父亲被半夜被叫起来 被那些国民党的候选人叫起来 然后干嘛 跑去银行 不用赢钱 不用赢钱 那些都领那些五块的 一张红色的 很漂亮的五块钱 你都要干嘛 就是要买票 因为在国民党无所不在的戒严令底下 完全可以操控的赚得起来 大家觉得我选谁都一样 这是老百姓的心理 我选谁都一样的时候 当然谁的价格高我拿钱 选举原本是民主社会的产物 但矛盾的是 他却被放在早期一党专政 实施戒严的台湾社会里 制度往往成了形式 国民党系列的外来的政权 他在台湾没有基础 地方上的选举他要控制 所以他要透过地方派系 透过党 在县市党部到地方党部 这样的布置之下 他要栽培听他的人 但是我想还有一种情况 可能跟228事件之后有关 228事件把台湾一群知识精英 把一些社会精英 把一些elite 社会领导阶层 几乎是一掃而光 结果因此很多人 不敢参与政治 所以因此这样的一种选丰 可能造成一些地痞流氓 依附在国民党之下 那国民党就专门提这些 你有钱有事的 在地方上 可以买票买得动的 就可以选得赢的 就提名这些人 这样的话 当然选丰必然败坏 所以这个黑金政治 其实也是因此而埋下不笔 也有人问 选丰败坏 难道什么都要归给国民党吗 其实选举制度和社会文化 也影响着选丰 我们是一种叫做 负数选区的选举制度 那基本上呢 这种负数选区制 就是日本人发明的 同一个政党 也要提名不止一位的候选人 所以对于选民而言 长久以来也会使得 选民会是什么样 是选人重于选党 那么人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也因为如此呢 在这个负数选举制度之下 每一个候选人 他只需要争取一个特定的少数 就会当选 也会 也容易会使得 许多的一些候选人 会走向所谓的 比较 采取一些比较激烈的 一些竞选手法 以前国民党执政 他要背包袱 这是什么事情 但是台湾的出现 我相信台湾社会里面 一般人住中 人前事物这也有关 我记得他来说 你说现在台湾没有买票 我相信也有 买票真的不好 他来划算人工去亡人 他们想要买票 一定是有好办 想要有好 我说到笑话 当然人家很有信用 我修理什么东西 他自己打一票